考试考的头像画的就是这些东西 你把这些东西画了 它其实这个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我们现在来做鼻子的分析 今天所画的鼻子并没有找那种光影特别强的 让它的鼻底部的这一块的信息和内容 要给它展示出来 因为鼻梁和侧面 它的信息有一定的知识点 但是关键鼻头和鼻翼 包括像鼻翼的底面 其实有很多的知识点 我们是需要做一些了解的 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不用去找那种光感特别强 黑白对比特别大的那种 然后它就会掩盖掉很多的细节和内容 首先第一个 我们画鼻子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是鼻翼的倾斜度和鼻梁的倾斜度 在这个时候不用画得很详细 就是你只要这样点到为止就行了 然后你要有一个明显转折的连贯性的意识就可以了 第二步 一些特征上的东西 稍微再把它更加具体一些 在你画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有一个总体的左右的一个意识 也就是说这边的这个形 你要进一步的去确认 第三步就再进一步的把这些知识点了解清楚 这些东西我们根据模特的这种需要 在画面当中去进行使用 那你的成绩自然就会比别人高 理论上如果这下面有这个底面的投影 那就投影当中的近时远须 投影的形体的起伏 也要围绕着口人杂鸡人中的形体的起伏去画 他的这个投影的形状 然后再画出近时远须 近强远入 这种关系就可以 当然我们这一张主要还是想把这个鼻子 底面的这些知识点分析清楚 所以不能找那下面太黑的那种 但是下面即便再黑的那种 在不同的关系下 这些知识点都会暗藏其中 有的地方你去画一下 你的鼻子的精致性就会显得很高 现在我们到第四步 揉擦 这个揉擦呢 就在这一步当中稍微放松一些 比如说就像这种浅色部分 我们用手指头来揉 因为它这种相对比较浅的这个部分 手指头是一个最好的揉擦的工具 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揉擦工具来做 但是我的建议是 你的手指头其实就很好用 因为手指头揉完之后 它的透明度啊 灰度的这种控制是比较有利的 而且对于皮肤的这个表现上 也是比较贴切的 我们现在开始第五步 第一遍深入刻画 把该画的这种细节 咱们该走的走一遍 在这个表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需要去串联 当然最精彩的部分 肯定还是集中在这一带 所以你需要把这一带的这个细节 和这个内容要填充上来 但是像这上面的这些知识点呢 也同样是需要去进行表现的 它应有的这些形体的 这种大的这种转折呀 这些东西呀 你是肯定是需要去进行表现的 鼻子的该画的这个知识点 就已经很清晰了 然后充分度来说也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第二遍的这个深入刻画 画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再到第七步 最后的调整和总结一下 在这个表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 就是比如说虚实强弱 这边的实和这边总体的虚 该有的内容信息 基本上就这些了 然后呢 我们在最后这一步 我们只是拉一拉它的实和它的虚 这种前后的这种空间 包括像这个后面的这种斜向的排线 把整个这个鼻子 这边的鼻翼退进去 这个通常情况下 我们如果再画一张完整的头像 这边是灰面的时候 我们也会采取这样的手法 但是像这种鼻子 这个边缘 这上面这个边缘 跟这边一样是收光面 它就不能勒得太紧 是吧 你就这样点到为止 但是要方一些 作为鼻子的信息和内容上来说 基本上就这些了 购买素描一本通送 素描头像出版课